每年农历九月初一到九月初九是九皇大帝圣诞千秋 在这九天里,许多信徒住了会到董母宫拜拜 还会如宿斋戒九天,所以渐渐孕育了全马各地 尤其是北马地区可以在大街小巷 看到许多临时设立的素食摊位 这种景象已经形成我国庆祝九皇大帝圣诞千秋的一种风貌 除了让信徒方便购买到素食 也不断催生出新的素食饮食文化 让更多人能够接受素食 踏入农历九月,槟城北海和大山脚的大街小巷 都可以看到挂友写上庆祝九皇大帝圣诞千秋的黄色布条 而这些数以百计的档口都是售卖素食的摊位 从拉萨,椰浆饭,咖喱面,走哇面,汉堡包,菜包 到梅菜包,只要你说得出的,他们都做得到 位于大山脚阿尔玛特意购阿玛迪斯科霸吉市场前的 这个素食档口菜根香 每年都会在九皇爷蛋售卖素食 至今已经有30年的历史 今年从居林路搬到这个新地点后 更是首度打造一条长达200米的菜根香素食美食街 售卖超过60种美食,让顾客选择 趁这个九皇爷圣诞千秋 所以就是我们来推广这个素食 让大众,尤其是槟城的大三角这边的人 更加的多来吃素 我们这几天都反应到很好 此外这条美食街上还有一个亮点 居士售卖了来自台湾正宗的道地美食 如臭豆腐红烧面还有台湾小吃 这个臭豆腐我们是因为要从那个工厂里面 我们就发觉到它是非常的卫生和安全 这个程序,一次冷油一次热油,是把油逼出来 逼出来以后我们要瀝干 瀝干以后我们还有再用稀油脂再另外的把它弄干 所以吃的当中不会让你会觉得吃起来非常的油腻 这是我们强调的 我们要吃到健康 吃也吃到营养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北买民众 不管是不是九皇大帝的前程信徒 都会在这九天相约朋友一起吃素 所以几乎许多大街小巷的素食档口 从早到晚人潮都会络绎不绝大排长龙 我不是九皇爷的信徒 但是在这个期间我会来这里吃素 跟同事一起吃素 觉得很方便到处都有得吃 我平常是初一宿吃素 之后呢我会在家里附近的档口 还是数十天吃罢了的 之后九皇爷就会跟着九天十天这样吃饱 很多档口很多不同的种类的食物 而且还有看到臭豆腐 台湾臭豆腐 所以有不同种类的食物 平时我们没有机会吃的都有得吃 特别好吃又新鲜 然后这里的每一个卖的园都很热心 最出名就是它的梅菜包之类很好吃 在滨州的滨岛以及威省 有许多供奉九皇爷的董母宫 一连九天的庆典活动 不仅会有许多善性参与其中 也会吸引不少游客特地前来观光 让整个九皇大帝圣诞千秋 可以普天同庆 RTM张忠林 槟城大三角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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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